這樣當眾問候你父親,你也能忍受她 你離開了,關你甚麼事?你沒事做嗎? 沒事做,我叫CK解僱你了 其實問候她父親已經很給臉了 你也不懂做的,你看Mr.Mo 怕被Alex發生氣了 不要生氣,生氣多生氣,會多生氣 她很厲害,不要緊 我來幫你打倒她,今晚全部替你開OT 好… 不用… 這些很小的案子,我自己處理就行了 那我幫你開個檔案,那個檔案叫甚麼名字 那個檔案叫…X-File X-File? 那原素人不是外星人嗎? 行了,這件案子我自己處理就行了 時間到了,你們先下班吧,先走了 不過你就要留下跟我做事 你和我找了近三年的案例給我看看 甚麼?有關飛碟的案例嗎? 不是呀,那些甚麼 私人債務、影射、肥膀 還有甚麼… 離婚,外星人也有離婚 離婚也好,找出來看看吧 誰會認識別人的婚嗎? 對呀… 吃東西吧 Francis,Alex包有找你嗎? 有 他們有沒有給你全票? 我已經飛了 他們真是挺快的 不好意思 先穿上戰衣,吃飯的 毛伯伯,自從你來了之後 整間屋的食神都強得很厲害 誰要? Professor Mo,Francis 你們這幾天會很忙 不如多喝點湯吧 這隻雞,你聞一下只是聞一種味道 即是…單憑你這門手藝 誰儲藥你呢?被你綁死一輩子 你沒事嗎? 沒事… 好…我扶你回房間休息了 喂,這麼多菜式都弄冷了 你有碗事,你把他吞掉了 你覺得這麼緊要找個醫生看,好嗎 我沒事 如果不是加一點演技辦咳 我怎能入房間休息了 你說了,院院這裡是不是有些問題 喂,我不是要問你嗎?你老婆來的 你娶她回來的 不過我認識她只要三天 三天嘛,對 對,她說告我們 無端端又做些菜給我們吃 又給我們湯喝 我想你了解她比我多 這樣很難說 你這件事也不知如何分析 她來了半年,有時有問題 有時沒有問題 有問題是怎樣呢 曾經試過為了葡萄皮 走去露點示威都行 她這份人很勤力 試過一天上班工作 她又懂得調酒又懂法文 又可以不睡 喂… 你說的話我總是不明白 究竟你有問題還是她有問題 你以為是誰有問題也好 她甚麼都敢死 明天上庭那件事是禮真的 是呀 那你要幫爸爸吧 儘量吧,我怕到時禁不住 禁不住 我會留給你 阿樂,你喜歡吃試椒鵝腸 那我明天幫你做吧 試椒鵝腸你也會做? 我就不離婚 連續儲你三次了 我提書學了 那你要幫我做點事 不是,又是那一刻吧 我雙手剛剛才放下來 沒多久 不是呀,你要陪我去一個地方 嘩,怎麼這麼沒人呢 基於本案 是涉及一位著名漢學學者 毛漢文教授 和一位年方二十歲的 遠遠小姐的私人問題 鑑於當事人是有權保留的私隱權利 本席接受與眾人的申請 任何與案情有關的內容和資料 一概不可以向外洩露 有關元素人遠遠 要求與眾人 毛漢文履行 婚姻承諾一案 甚麼 元素律師,你可以開始了 法官大人,我的當事人 遠遠小姐和與眾人 毛漢文教授 今年一月在拉斯維加斯註冊結婚 在結婚那天 她就以埃及考古為名 離開她的身分太太 一去就半年 在這段期間 她根本沒有履行她做丈夫的責任 反應,法官大人 我的當事人 是一位很出名的漢學專家 以及是考古學家 這兩件事可以說是她的第一生命 當她知道埃及有出土文物 她有甚麼理由不第一時間去到那裡 那為甚麼我當事人 多次用各種方法來聯絡 她都聯絡不了 她根本有心迴避我當事人 還有,毛漢文回到香港後 一直沒有公開她和遠遠之間的關係 這亦是另一個證明 毛漢文願意履行她的樂園有力證據 法官大人 我想傳召正人如樂天作供 兒樂天先生 請問你和遠遠小姐 毛漢文教授是甚麼關係 和屋主關係 你們認識了多久 遠小姐我認識了大約半年 毛教授不夠一星期 請問你知不知道 他們倆之間是甚麼關係 孤表、叔侄那種一直都是以為 是嗎 那剛剛… 夫婦… 剛剛知道 那為甚麼你會認為 他們是孤表、叔侄的關係 因為由遠小姐第一天來到我家 這位與眾人律師 毛小慧就是這樣介紹 那個是她表妹 聰明如我都想不到 那個是她媽媽 在和遠遠和毛漢文先生居住期間 你有沒有察覺他們倆有甚麼類似 是夫妻關係的表現 我有察覺我不會做那麼多 算… 沒有 那在你眼中 你覺得毛漢文先生 有沒有進度作為一個丈夫的責任 應該就是沒有 但法官大人 我知道整件事搞得那麼複雜 不是那麼簡單 是因為幕後根本有人 整盤地策劃這件事 是誰 就是語眾人律師 毛小慧 Objection 根本由遠小姐第一天來到我家 她已經蓄意地 刻意地隱瞞她們 大家之間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為甚麼她要這樣做 我剛剛想到 真的不容易想到 但我剛剛讓我想到 因為她不能夠接受 她一個年輕貌美 過她那麼多的媽媽 她會覺得好語 好無非事 她甚至不惜因為這樣 就慫恿她爸爸 她跟她的媽媽疏遠 最好她們倆離婚 她就可以剷除小她一半 比她那麼多的媽媽 這是刑事 法官大人 首先她沒有小我一半 而且我要 object 你又這樣詆毀我 聽不大反應 不是因為證人所說的全都是事實 不是因為你有私心 而騙了婚姻關係 這次在公在先 我一定會幫你玩借姓毛衣兩父女 分身間這件事你放心 待會我會進去 跟她們提出一個合理的要求 你見到Miss Mo 平時帶的鑽石成卡成卡 她們的樣子很貼 我這次要她一拋星袋 郭律師平時真的觀察入味 打官司這件事真是打仗 有得贏一定要贏得盡 Miss Mo這件事 我這次要贏得她永不翻身 阿樂 我沒看賽你是你行的 跟著Miss Mo沒有前途 有考慮過過來跟我嗎 郭律師 你對她好就知道她對我好 那我就一定對你好 聰明 郭哈文教授 請問你當初是怎樣跟阿遠遠認識的 她是我哈佛大學的學生 那你們認識了多久才結婚 三天 三天 在結婚當天 你就要去埃及考古為名 一去去了半年 離開了你的身份太太 到底這是你的藉口 還是事實 藉口 為何你要找藉口 離開你一個又美麗又年輕的太太 就是因為她又美麗又年輕 所以我不想累了她 當我說完I do之後 我就非常後悔 其實當時我是一次衝動 可以娶到一個又美麗又年輕的太太 很多人都無法恨 為何你反而不要 我六十多歲人 對著一個二十歲的太太 我心理壓力非常之大 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每逢她走近我三尺 我就心跳加速 走近我兩尺 我就氣囚氣喘 走近我一尺 我就有質疾的感覺 所以我沒辦法 履行婚姻的承諾 那你有沒有把這個事實告訴我 我這次回來 就是想跟她搞清楚 但是我女兒說 這樣會很傷害遠遠 還叫我暫時認做她的事長 教老爸說謊 教老爸說謊 你又有offer 你嘗試再說一聲 你以為你的office在法庭 再說謊 兩位辭職 否則將會控告你們藐視法庭 阿君大人 其實整件事很明顯就是 毛漢文跟她的女兒毛小惠 一手做出來的悲劇 但最離譜的 就是她的女兒毛小惠 她為了怕別人知道 她有一個比自己年輕的繼母 她就用盡千方百計 去蒙騙所有的人 我在這裡代表我的當事人 要求與眾人跟她的女兒 賠償我當事人的心靈相約 反正法官大人 袁素仁從來都沒有要求賠償 反對無刻 袁素仁絕對有權作出這項要求 至於賠償的細則 我已經列出一個文件裏 其中包括名譽受損一百萬 心靈受損賠償二百萬 精神壓力賠償三百萬 還有青春賠償 生活賠償 對遠婚姻恐懼賠償 加加賣賣總共是一千三百萬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快點按下這個鐘仔訂閱 就不會錯過TVB精彩節目的片段